太嚣张 以色列人居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辞职 事情是这样的 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就巴以目前的局势 举行了一个高级的会议 会上联合国先人秘书长古特雷斯 发言表态 说不能因为哈马斯的袭击 就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 他说哈马斯的袭击不是凭空发生的 巴勒斯坦人已经被令人窒息的占领了56年了 他们的土地一步一步的被以色列的定居地案给吞噬了 被暴力困扰的经济发展也停滞 人民流离失所 家园被毁 他们的政治解决困境的希望正在消失 古特雷斯这一段话可把以色列人给惹着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外长科恩 他拿出了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质的照片 公开质疑 说古特雷斯你这是在同情恐怖分子 漠视以色列人的遭遇 说哈马斯那就是新纳粹 呼吁文明世界要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 并表示啊 以色列自身的生存现在受到威胁 他们是不会停火的 然后这位以色列的外长 公然要求古特雷斯辞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他的理由是古特雷斯你这个观点立场 已经不适合领导联合国了 随后呢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也公开表示说除非古特雷斯对他这番言行进行道歉 否则以色列就不会接受古特雷斯的调解和建议了 都说啊 现在的以色列人有点肆无忌惮了 而嚣张到这种程度也真是让人沉默 联合国秘书长的去留 是你以色列一个国家说了算了吗 你一个国家的外长就公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辞去职务 这不就是在公然挑衅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你以色列人这番行为说法是不是有点太过猖狂 其实啊 要说古特雷斯在这次巴以冲突期间的观点立场 有些啊 本来是有些正义 比如古特雷斯前几天就公开批评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在这次会议上 他也批评说哈马斯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袭击 这些说法其实在其他人看来是有很大争议的 而古特雷斯呼吁和平为巴勒斯坦人说几句公道话 这下却遭到了以色列人的疯狂攻击 以色列这回之所以如此张谎啊 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撑腰 美国的拜登政府啊已经多次表示过了 哈马斯就是恐怖组织啊 就是对以色列在进行恐怖袭击 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 还有英国法国等政府现在也公开表示了类似的态度里上 这都是在给以色列人撑腰打气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大量批评 让以色列人有点急眼这几天啊以军封锁架杀断水断电 每天要狂轰烂炸造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 全世界各国的舆论都在批评 甚至连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现在很被动 因此啊当联合国秘书长也出来啊 说点公道话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更急眼了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对目前的联合国 尤其是对古特雷斯其实真的有点不满 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发言 前几天啊古特雷斯访问了加沙迪戴 呼吁加强人道主义救援 这让以色列人就很不开心 这回呢以色列联合国代表啊 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表达了一个态度 说要让古特雷斯为以前的行为一并道歉 说明啊联合国最近的一系列人道主义的动作 让以色列更加耿耿于怀 于是啊以色列代表就因为古特雷斯 这几句公道话就在那爆跳如雷 就要公然挑衅国际秩序 是不是也太过猖狂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